我們這四人就是 每天都在頭上 我們在旁邊洗澡後面 就是要噴啊 他們就是會 就是有那種設備放大鏡之類的吧 不然它用小小的 他們都看得到 不管是定著高溫採收鳳梨 或是用噴槍 把鳳梨釋加上的粉階殼蟲 噴得一乾二淨 農民再怎麼努力 都擋不下政治力 從2021年3月起 中國聲稱台灣出口的鳳梨 查驗豬粉藉殼蟲 暫停進口台灣鳳梨 當時釋迦就被點名 可能成為下一個受害者 目前來講是比較緊張 之後 只是也是沒辦法 如果真的遇到了 再另外一個 上一個產季結束前 台東的釋迦農 才說走一步算一步 沒想到最壞的狀況 隔了半年就出現 中國今天一早九點 通知我們防檢局的同仁 說我們的番禮師 番禮師就是釋迦 跟我們的聯絡 有所謂的借殼蟲 所以他直接的 在今天通知 明天開始 禁止我們的這兩個農產品 輸入到中國市場 台灣的釋迦年產量約 五萬七千公噸 其中外銷量就佔了四分之一 也就是說每四顆釋迦就有一顆出口 而且幾乎都是銷往中國大陸 雖然說雞蛋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但就現況來說 釋迦要打開國際市場 水果本身特性加上運送保鮮問題 以及各國的進口限制 讓世家的外銷之路關卡重重 跑到加拿大去 然後蘇地阿拉伯 目前都已經算是成功了 因為價格高 所以這東西就是還有一定的難度 那像美國來說 它應該也是蠻喜歡吃 紐西蘭 澳洲 這些都是蠻喜歡吃甜的國家 那目前都是必須有經過 所謂的那個協議 那這個沒辦法 那個協議的部分就是很延長的時間 因為鳳梨世家 它真的真的就只有中國這個市場 其他報告 世家是目前還不能進日本的 政府在這個時候 就應該比如說 加強跟日本韓國的雙邊挫商 趕快讓世家是可以成為准入商品 那馬來西亞我知道這個市場 其實對台灣的鳳梨世家是有興趣的 兩個手段路徑 第一個當然就是鼓勵國人多消費它 第二個就是說 政府要帶頭去把一些市場 新興市場的困境去突破 打開之後 那後面的貿易商再推進這個市場 就會比較容易 世家因為有東方果實銀的病蟲害問題 目前都無法出口到日本 2021年初的鳳梨禁令 向警鐘響起 農委會卻還沒向日本 申請世家進口許可 鳳梨世家的這個鮮果呢 我們在最近才會提出申請 市場準度的申請 主要是我們之前還向日本申請 比如說像火龍果 那我們的這個產品要賣到 比如說像日本 也都要經過5到7年的時間的談判 在這幾個月我們一直在持續的來跟 我們的實驗研究單位在研究 所謂冷凍技術 這樣子的一個能夠克服 檢疫的要求 把我們台灣的這整顆世家 透過冷凍的方式 能夠賣到日本 鳳梨世家輸出日本還沒個底 東南亞向新加坡 馬來西亞等國家 市場開拓也不成熟 這段期間農委會只能加速推動 整顆世家的冷凍技術 因為除了日本市場 農委會還想把鳳梨世家 賣到加拿大跟中東 但鳳梨世家 不是中國在2021年 第一個封殺的台灣水果 同年初中國同樣以病虫害的理由 吳玉瑾對鳳梨祭出禁運令 政府想辦法促銷幫 果農先解決燃煤之急 但外銷國際 同樣也面臨保鮮期不足的困境 中國禁運令後 農委會宣布四年投入84億 提升冷鏈建置 可供有需求的農芋產品使用 就是要延長保鮮期 讓原本只能運到中國的儲運時間 保存期限再拉長 金狀鳳梨如果說以大果的話 大概時間大概在兩個禮拜 大概到三個禮拜之間吧 如果說出到更遠的國家的話 事實上是有難度的啦 台灣的金狀鳳梨 雖然甜度高又多汁 取果率高達六到七成 連果心都可以吃 但相對的保存時間也短 國際上外銷的主要品種 口感雖然沒有金狀好 但應在品質穩定耐運送 台灣水果要打國際戰 除了延長儲運期 找出兼具口感和保鮮期的品種 更能凸顯與眾不同 新品種蠻果蜂梨 就是未來的外銷新星 在種的過程我們發覺 原本這個我們給它取名叫做 蠻果蜂梨是因為它的果肉顏色會比較 它的顏色比較深 然後它的外型比較遠 因為它有一個芒果的香氣 所以我們發覺這個特點之後 我們把它留下來一直嘗試十幾年 從兩三顆到現在有二十幾萬顆 城堅腳邊的鳳梨植株 明顯的比金鑽鳳梨矮小許多 這是它不斷勢眾 花了十二年培育的芒果蜂梨 外觀乍看之下看不出差異 但跟金鑽鳳梨兩相比較 芒果蜂梨的個頭小果十元 尾端的關牙也比金鑽鳳梨短小 整體外型混圓可愛 芒果蜂梨的果皮和果肉 也比金鑽鳳梨更鮮黃 因為消費者喜歡的玩手或是樹上紅 就是鳳梨的外皮要呈現金黃色 更能激發購買玉 金鑽鳳梨其實如果出到玩手 整顆都黃的去到日本 七天的運輸過程 它可能到那邊的損壞率會比較高 因為它果皮會比較軟 芒果蜂梨的果皮會比較硬 它可以出到玩手 採玩手然後出到日本那邊 它的損壞率比較低 所以他們購買率會比較高 因為貿易商中間沒有消磨 就是不會說有什麼損失 陳吉恩分析金鑽鳳梨冷藏運送 進入超市回溫後果心會發黑 但芒果蜂梨就能維持該有的品質 相信之下芒果蜂梨比金鑽鳳梨 在出口上更具優勢 但農民要選中新品種 要考量的面向還更多 可能也會是慢慢去嘗試看看 因為新的東西大家接受度 然後通路還要重鋪 不是說我們種人家就會買 也是要慢慢去鋪那個通路 芒果鳳梨這支的植栽 相對金鑽鳳梨貴一些 貴了大概兩倍左右 我們就會去做一部分來做金鑽鳳梨 或者是一部分來做芒果鳳梨 可能有利出口 接下來重要的是推廣 就是說政府當然在前頭的研發 他投注相當多的信力 這予以肯定 但是我想同步也應該要在市場端 消費者通路商 採購業者去介紹 我們有一個新的品種 然後它的口感 它的風味 它的保鮮方式等等等等 這些其實都需要政府前面帶對 先把這個市場的基礎 或是我們講的市場的品牌 行銷事情做好之後 後面的民間業者 他再去做我們講生意上的對接 才會比較順 開發奈保存的新品種 只是水果外銷的解決方案之一 施加和聯誤 是否能借盡鳳梨經驗 化禁運危機為轉單契機 讓台灣水果離開中國市場 能走出自己的路